從今天4月17號開始 口罩令再鬆綁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不再強制戴口罩 而是改為建議佩戴口罩 那麼另外目前 現在只剩下醫療照護機構 還有救護車等8個場所 還是要強制佩戴口罩的 那麼家長關心 在校車 幼兒園 專用車 還有校園接駁車 搭乘的時候也是建議佩戴口罩 不過在校園內健康中心 還是要戴口罩 林口長庚醫院的 吳昌唐醫師就指出 目前新冠Omicron病毒走向 確診者多半是輕症 但是兒童還是沒有辦法 完全的放鬆 如果家中的孩子 是年齡比較小 或者是早產兒 還有有免疫性疾病 或者是先天性心臟病 另外還有長者等高風險族群 建議出入公共場所 或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時候 最好還是要戴上口罩 以防不慎感染新冠病毒 另外如果家中孩子曾經確診過了 或者是有接種過新冠疫苗 應該還是有受到一定的保護力 所以這個時候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個人防護還是要做好 包含要記得勤洗手 另外也要減少接觸到眼、口、鼻等部位 因為除了新冠病毒之外 目前還有腸病毒、腺病毒、流感病毒 目前都是正在社區中流行的 一旦不注意的話還是有感染機會 那麼防疫逐漸鬆綁 但我們還是不能夠放鬆警惕 因為不斷地有新的新冠變種病毒 好我們透過下一張圖卡帶你瞭解 這是根據英國的媒體報導 新冠病毒Omicron又有新的亞變種 叫做Arcturus病毒 好這個病毒是醫院下旬首次在印度被發現 好那麼傳播率是XVB.1和XVB.1.5的 1.17倍至1.27倍 所以它的傳播率是不容小覷的 也使得印度確診個案激增 那麼印度當局為了要阻止情況持續的惡化 也推出一些新的措施 包含恢復生產疫苗以及重推口罩令等等 還有醫院也舉行了演習 那麼除了印度之外 這個新的變異株現在已經在29個國家現宗了 包含英國 美國 新加坡跟澳洲等國 對兒童的影響也讓專家感到憂心 因為印度兒科學會表示 可能會在兒童身上引發喉嚨痛 咳嗽 發燒 還有眼睛發癢 那麼特別有一個症狀就是結膜炎這個症狀 是在前幾波疫情當中並不常見的 所以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 好 那麼再透過下張圖卡來看到 新冠病毒持續在國際流行 而國內則是腸病毒來勢洶洶 最近疾管署實驗室監測顯示 社區以克沙奇A型為多 那麼同時有腸病毒71型跟D68型病毒活動 好 現在呢 國內有兩家藥廠的腸病毒71型疫苗呢 預計最快在7月的時候就會上市 好 我們來看到呢 這兩家藥廠分別是高端還有國光安特羅生計 我們現在看到高端的部分 接種對象呢 是兩個月到兩歲是打三劑 那麼第三劑跟第一劑間隔時間是12個月 兩歲到六歲的幼童是打兩劑 那麼必須要間隔兩個月 好 來看到國光安特羅的部分是 兩個月到六歲的幼童要打兩劑 那麼中間呢 必須要間隔28天 而在預計的供貨量跟價格的部分 目前呢 高端是還在評估當中 而國光安特羅則是預計供貨2萬到8萬劑 一劑呢 大約是3600元 好 隨著防疫解封 現在腸病毒71型蠢蠢欲動了 我們帶你了解一下這個病毒的一些相關的歷史 在1998年的時候呢 曾經在台灣大爆發 那麼當時呢 有140萬名兒童感染 那麼有405名重症 還有78名幼童死亡 不過呢 近三四年呢 幾乎沒有這麼大規模的爆發喔 感染科醫師黃立民則說 其實腸病毒感染呢 是幼兒常見的疾病 病毒型別也有很多種 那麼幼兒如果感染的是 腸病毒71型 第68型呢 神經系統是特別容易受到侵犯 特別是5歲以下的幼童感染的風險 如果感染之後 重症風險是比較高的 所以醫師也建議家長 如果經濟許可的話呢 可以讓孩子來接種疫苗 提升保護力